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西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7月10日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大雅区雪府路汉亚潭路交界 原本有许多违章工厂 在市府拆除之后 进行诱地征收总面积约0.6公顷 规划作为儿六公园 连同征收土地和兴建的费用 投入4亿4500万 设计结合涉感官式游乐设施 包括大碗工溜滑梯 风潮攀爬塔等 安全又具有教育功能 10日这天在市长林佳龙的主持下 进行动土典礼 地方人士也到场 共襄盛举迎接这个喜事 10日这天在市长林佳龙的带领之下 前程助导祈求工程顺利 随即展开动土典礼 地方等待多年的儿六公园 终于有了眉目 第三场圆满吉祥 这部分从去年开始来做征收 到这个预算是去年106年度的预算 当然这个部分 它的一个征收票是4亿2900万 相当的多 工程费是1600万 总共是4亿4.5 当然这个也是市长 接受我们地方的这些 我们的市民的一些反应 所以说市长才 把这个部分 然后来把预算拔进去 那其中这个我们 现在既有这个巷道的部分 我们将来会把它打造成一个 一个城市的廊道 那作为一个公园的主要的出入口 0.6公顷大的面积规划 将结合12感官式游乐设施 提供给各年龄层使用 还有绿地空间以及还原步道 让大小朋友都能够享受这片绿地空间 市府努力将公园去树化 要就是去塑化 就是把这些塑胶玩具 把它汰换 那我们新的公园的设计都是以 就是感官体验 互动式的 这种游乐设施为主 那安全又具有这种教育的一个功能 我们保留很多的绿地 那感官部分呢 有很多的这个网工型的那个鞦韆 那沙坑 那这些呢 都是目前呢 比较受欢迎的 那我们会持续将这些港官的这些邮居呢 导到公园来 报整个公园地商务完成 要将近5亿的这个经费预算 所以耗费多时 那感谢林市长议长跟超长班的六位议员 还有吴显生吴议员 那当然还要感谢市长的支持 然后这个鹅六公园才能够今年 今天然后顺利的开工动土 鹅六公园的前身原本是大片违章工厂 为储黄金地段 经过市府的拆迁 加上用地征收 投入4亿4500万 打造一座新公园 算价值不菲 但相信一定能为地方带来满满的生活幸福 接着点加话 台中产报导